洗臉機這太多了 沒有人買不完 真的 好 首先是 而且換很快 就是最基本的這個 這一定有的 對 洗臉機 這是最基本的 這也不是新一代了 對 這是基本的 就是最基本的普通洗臉機 然後用完洗臉機之後 一定要用這台導路儀 對 但是像導路儀 其實也是出了各式各樣導路儀 但是這個導路儀還有什麼差別 它就是可以發光 它的光會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像是紅光 就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增生 對 所以你在推的時候 你在導路的同時 它也可以讓你促進膠原蛋白增生 就是我擦完保養品嗎 全部擦完以後 沒有 就是比如說你擦精華液 你想要導入 你有時候發現你擦乳液的時候 擦精華液你會吸收不進去 這時候就可以用導入儀 尤其我覺得用一些 小分子的東西是最好 比如說小的玻尿酸 玻尿酸的分子 像那種塗完之後 你就開始在那邊按摩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慢慢感覺到 你的皮膚有慢慢吸收到那些東西了 還有像是別的 像是藍光 像之前長痘痘的時候 也會使用這個藍光 因為這個藍光就可以讓你的皮膚 就是鎮定 對 舒緩 所以就有藍光 還有女生最重要是美白 美白就會用黃光 真的 對 美白是黃光 黃光 它就會有黃光有沒有 然後也是這樣推 然後它其實還有一個彩色的光 紅 有沒有 紅光 這是大家一起的嗎 對 綜合的 就是你可以兩個綜合在一起的 對 就是有換 其實這種光線真的有差嗎 其實有 我知道 我以前 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藝人在台上 看到下面有這種燈會 比較興奮 很開心 真的 真的 不是 真的就是 我以前也覺得照光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有一陣子 我長皮膚長痘痘 長很多的時候 我就去那種大台的儀器照光 就是那種醫美那種 然後剛開始照一兩次的時候 覺得還好 但是到第三次的時候 開始發現有差別 就是你會發現你的 因為他那時候長痘痘 他會給我照藍光加紅光 它就是有消炎跟鎮定的效果 所以你就會覺得 你照完之後 一個禮拜 你就開始慢慢看到效果 就是你的痘痘開始慢慢的消 看到影子 影子 效果 會看到效果 真的 就是你要常用的時候 你可以有發現 它會傷害眼睛吧 不會到很傷害 但是盡量還是要閉下眼睛 但是眼睛不能夠照 對 不要硬這樣去照眼睛這樣子 不好 對 請問妳的內褲 是有一隻熊嗎 沒有熊 是不是 沒有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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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雷絲吧 對 應該是雷絲 因為我出門有點感覺 沒有穿安全褲 對 然後 他說他沒有穿 他說金雷 沒有穿安全褲 對 對啊 那我剛剛看到是熊 沒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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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看到是熊 對啊 這個是導入儀器 這是導入儀器 妳尺度好大 沒有 沒有按燃器 對 它另外一種儀器 它也是可以拉體按摩的 對 受影響 對 這個東西 它也有分它的頭的部位 這樣有些頭 就是可以用在妳臉上 聽起來怎麼塑膠的 對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塑膠的 它是電鍍 它是電鍍 因為它不能夠完全用金屬 這個它是利用正腹脊的原理 有一點像電波 對 它這個是利用正腹脊 這個可以用在臉上 這是拉皮的 對 妳會有拉皮的效果 這個也是會震動 它不會震動 然後它每一個部位有不同的 像比如說還有像這種的 有一點點像 然後有這種頭 還有這種 這個舌頭是什麼 這個的話我就不太知道 這個是用那種的部位 對 你會知道嗎 它是刺槍 沒有 它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來我這邊看 這個笑溪的這個拉皮 大面積的 然後扁的 扁得有一點點像 刮沙棒的原理的拉皮 那梳子這個呢 有沒有 一樣也是類似刮辣 是金穴道 梳子他們說可以 梳頭 梳頭 梳頭的 對 完全沒有受影響 這怎麼說 像這一點 是你自己愛穿的一樣的 好啦 不要對我的內褲 這麼有興趣 這件是做到產品 謝謝 謝謝 謝謝